一至二月份国民经济稳中有声 一至二月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兼党领导下 各地区各部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坚持稳中囚禁工作总基调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着力扩大内需 优化结构提振信心防范化解风险 宏观组合政策效应持续释放 生产需求本中有声 就业物价总体稳定 发展质量不断改善 经济运行延续回升向好态势 起步平稳 一 工业生产加快 消费品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回升 一至二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7% 比上年12月份加快0.2个百分点 二 服务业增势较好 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 一至二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 同比增长5.8% 三 市场销售继续恢复 服务消费较快增长 一至二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81307亿元 同比增长5.5% 四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升 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投资 保持较快增长 一至二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50847亿元 同比增长4.2% 比上年全年加快1.2个百分点 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增长8.9% 五 货物进出口较快增长 贸易结构继续优化 一至二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 66138亿元 同比增长8.7% 其中出口37523亿元 增长10.3% 进口28615亿元 增长6.7% 进出口相抵 贸易顺差8909亿元 六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城镇调查失业率平稳 一至二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平均值为5.3% 二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为5.3% 比上月上升0.1个百分点 比上年同期下降0.3个百分点 其居民消费价格由降转涨 核心CPI回升 一至二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同比持平 其中一月份下降0.8% 二月份上涨0.7% 总的来看 一至二月份随着各项宏观政策 发力显效 国民经济持续回升向好